直到现在才发现当年陈怡逊说的都是真的 也许他们比我好 但是我的地位比他们高 前几天在陈怡逊西安演唱会上 让他从爱情转移 无缝切换到富士山下的那瞬间 全场直接沸腾 要不怎么说 你连前奏都没听完 怎么知道这是富士山下还是爱情转移呢 某次陈怡逊提到女儿追星的问题 他脱口而出的那些名字 不仅让粉丝捏了一把汗 在如今流量当道的娱乐圈 分分钟就能把你怼上热搜 就像当年500在演唱会上说了一段话 就直接就被挂上了热搜 大家都不由而同地认为 这是在内涵华晨宇 毕竟华晨宇曾经翻唱的浮夸被嘲笑至今 这番话简直戳到了粉丝废管子 于是某些极端粉丝直言500是过气歌手 根本没有什么出圈的歌曲 而自家哥哥却是华语乐坛的神 但陈怡逊的这番话 却彻底拿捏了流量为王的娱乐圈 不管你是王一博还是范澄澄 见到我都得喊声哥哥 而这几家粉丝不仅没有喊打喊杀 还都一致地表示 Eason哥的地位确实很高 甚至范澄澄本人还亲自回应 表示陈怡逊是自己的偶像 陈怡逊作为港月最后一张歌神牌 即使一直被人诟病不及张学友 但他的地位却是不容动摇的 其实在他出道很长一段时间里 陈怡逊也是一样歌红人不红 在内地大家都会叫他唱十年的那个 而在香港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被叫做徐萌营的男朋友 为了能够继续做音乐 让歌迷记住他 他选择做更有个性更有风格的音乐 刚开始入行的陈怡逊是以模仿张学友出名的 所以公司一开始 是希望他能以张学友接班人的人设出现 但对于公司安排的这个定位 陈怡逊非常不满 他觉得自己当时卖唱片不好是很正常的 因为根本没有自己的风格 他其实不喜欢唱那种缓慢抒情的流行情歌 自这之后 陈怡逊就一直坚持做自己 于是生死历劫的浮夸爆了 威威到来的富士山下十年都红了 陈怡逊说过人气是很虚无的东西 对他来说有人喜欢他的歌 知道他是一个音乐人就够了 所以即使他在红了以后 还是依然选择低调埋头做音乐 洪涛曾经有邀请他去《我是歌手》 但陈怡逊拒绝了 他表示那时在做学会演唱会 没有办法一心二用 因为一直以来对音乐都是全情投入 所以陈怡逊哪怕唱了那么多歌 但每一次出专辑 粉丝依然很兴奋 完全可以说他是21世纪 香港乐坛当之无愧的K歌之王 自2004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 首次设立《我最喜爱男歌手》奖项以来 除了第一届是李克勤获奖 在此后13年都是陈怡逊缠联 这意味着进入千禧年后 大阪江山都是靠陈怡逊在支撑着 十年是很多人的泪点 有人唱着唱着就哭了 有人唱着唱着就释怀了 你可能会写错他的名字 忘了他的面容 但只要他的歌缓缓响起的时候 总能在他的歌里找到曾经的自己 或许任正一生最怕的 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听懂了他的歌 无论是爱情 亲情还是友情